同样是在高雄地区 从美农区通往山林区 有一条名字听起来很好听的 月光山隧道 不过这条隧道一直有排烟的问题 特别是在前年八八风灾过后 有很多通往灾区的 砂石车 清淤车 都必须从这里经过 隧道里面的空气品质越来越差 当地居民哭不堪言 这个空气很不好 我们走得很辛苦 以往我都是 开车都还不大感觉 但是有我好几次骑摩托车的时候 甚至在那边差点窒息 这是一个已经存在八九年的老问题 八八风灾之后 越来越多的砂石车往这里经过 造成月光山隧道的空气品质 越来越差 全长差不多五六倍以上 砂石车最起码五六倍 尤其最近几年都 找到续持续要去 全长1670公尺的月光山隧道 是一个单孔双向的隧道 隧道全宽有9公尺 近宽7.5公尺 接近隧道中央的时候 我们并没办法去看到对象奶车 有时候 有时候也是会有那么一点点危险 过了这个最高点以后 我们才会看到对面的奶车 为了了解不同的时间 月光山隧道的排烟和空气品质状况 我们选了不同的时段 进去隧道里面拍摄 因为民众不断的成情 去年前高雄县政府首次委托民间机构 进行月光山隧道的空气品质检测 抽查的时间是在4月29号 30号这两天 此外我们也在今年元月上旬 委托高雄海洋科技大学 到月光山隧道采样进行分析 如今有的高雄市环保局承诺 长期受到困扰了美农和山年区的民众 正在等待政府这项承诺 何时可以兑现 记者李琼岳 李金龙高雄报道